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昨晚应该开了很多枝香槟 小冯姐都走了很多场 飞天爷爷以为做YouTuber很简单 结果比以前读书要做更多的功课 昨晚了解相关消息后 半夜WhatsApp各路线人拿料 差不多4点才睡觉 今早陆续收到回复 先多谢各位各方很有帮忙 打探回来的资料不算很爆 但可信性挺高 这一点我比较在意 再爆但留的也没用 简单整理 昨晚网上所见所闻 1.J2和无线财经体育资讯台合拼 变TVB Plus 2.网上留言和自媒体指 J2倒闭 3.TVB很快倒闭 4.大财源三百多人 5.轮注买和士多合体变轮注买 首先要视乎大家如何看倒闭 倒闭的定义是什么呢? 入境事务处每天接获市民申请更改个人资料 简单改名 2021年最广为人知的新闻 是台湾有寿司店推广活动 只要名字有贵语同音字 就可以免费享用寿司 结果引来至少26个 为了吃免费寿司的台湾市民 改名贵语 最经典是有人改了36字的名字 改名不等于那个人寿宗正寻 还活生生 陈淑南2006年改名陈导然 2021年改名陈丽婷 她本人仍然健在 没多久之前才亮相五重恒 和周国锋Facebook的直播 她37岁时改名陈导然 地球上不会突然有一个 一出生就37岁的人叫陈导然 只是陈淑南改了名字 陈淑南本人也没有在37岁时 带着礼仕 仍然活到今天 旁边陈生结婚后 陈太太就搬到陈生家 和老爷奶奶一起住 老爷奶奶不会因为家多了的人 而灭门 这里不是人肉叉烧包 只是家多了的人而已 陈太太结婚后用了老公的性感解 同样没有死 TVB这次频道调整 是将85频道交还给政府 如果要用倒閉 倒閉是85台 极其量是无线财经体育资讯台 至于J2的82频道 TVB是没有交还给政府 仍然运作仍然保留 只是加了一些原本在无线财经体育资讯台的节目 改名TVB Plus 即是77频道 下2千万选手台 在2017年是叫奇妙电视 2018年10月改名开电视 到2022年10月再改名开TV 同样都是77频道 为什么没有人说奇妙电视在2018年倒闭 又为什么没有人说开电视在2022年倒闭 提供多个参考资料给大家 由电讯营科附属公司经营 及拥有的香港电视娱乐有限公司 最初以数码频道99作为称呼 2016年初初叫做ViuTV免费电视99台 之后又叫做99台ViuTV 2017年初开台之后就简称ViuTV 没有掌问答题 改名等于倒闭的话 其他电视台倒闭了多少次呢? 又或者年月久远一点 例如利的呼声、利的影声、利的电视、艾州电视和ATV 违级上,由1957年利的呼声 sao? 当中逆手又逆手 大家认知仍然是同一个品牌 名字也改用、老板也改用 但是没人说是倒闭呀 82台仍是在 82台呈为 TVB 拍啥 而不是倒閉 提一提你 这次频道调整是 82 台和 85 台 不是 81 的翡翠台 所以那些 TVB 常常强调高收市 那些是翡翠台 不是今次主角 J2 和无线财经体育资讯台 很长,以下我们都简称财经台 至于又是今时今日还搞电视台之类的说法 提提你,TVB 不是香港唯一的电视台 你觉得电视台不合时宜 应该向那些今时今日还开台的电视台说 至于消息子 裁员方面包括一些合约员工 合约期满后不再续约 而且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员工 至于人数比例,我手上没有资料 也不可能会有 因为我不是人事部的同事 轮注买和士多合体是好事 因为到现在为止 飞天爷爷身边很多朋友 还未懂得分轮注买和士多有什么分别 简单点 轮注买,货源有限,买完即止 不会翻货 可以少量买,客户提取点拿货 士多可以整箱买,事作一般网店便可以了 当日TVB 停运迫货、收购士多 但又刺出一个轮注买 很多客户根本不懂得分 市场眼中看不出有什么分别的两间网购店 其实多此一举 不同的服务、不同销售方式归纳在同一个平台都可以 所以今次轮住买和士多合体不是坏事 对于财走的员工就除外了 说回 J2 很多朋友都担心影响日后节目安排 会不会有跑马呢?非天爷爷都不想看 仔细看看 TVB 公布的资料 财经台是不会全数节目搬到 J2 J2 和财经台现有的节目 部分未如理想的会直接撒停 财经台大部分内容会分配到翡翠台和日后的 TVB Plus 所以财经台不是直接过户到 J2 至于大家最担心的跑马 非天爷爷不相信会出现翡翠台 更不希望是 J2 我希望是现在 TVB 五个channel 里面 黄金时段平均收市最低的明珠台 只有 0.4 点 交给他吧 81-85 五个channel 黄金时段平均收市 翡翠台 17.5 J2 1.7 无线新闻台 1.9 明珠台 0.4 无线财经体育资讯台 1.1 明珠台唯一的英文台 不能移的 J2 1.7 和财经台 1.1 低到没朋友 J2 近年大兴肚目成本高 但收市和无线财经体育资讯台同样不够2点 就像开晚火烧银纸一样 齐齐 BBQ 香喷喷喷 经营一条channel 成本很高 单单是电视牌照 基本收费每年固定的费用是 470 1,400 港元 之后计算收费还有其他改变因素 总之每一年坐底就少400多万 当中硬性规定需要提供一定时数的指定节目 例如政府广告、节目、新闻、资讯等 大家都知道政府这类节目有多吸引 但不做又不可以 电视行业的市场面对数码平台竞争 简直是加速萎缩 倒不如开完折留 为什么两个方向截然不同的channel 会突然之间合併呢? 据可靠消息字 原定目标观众是年轻人的J2 意外吸纳了一班高收入肯消费的中产观众 刚刚好和无线财经体育资讯台主要观众群重叠 据问是其中一个有因促使TVB将两台合併 另外有不少朋友都留意到两台的节目编排 其实是可以狠接的 J2重头节目重心在夜晚黄金时段 无线财经体育资讯台的财经节目一般都是日头 反正日头J2都是重播旧节目 直接调给财经台财经节目就可以了 即是当下午财经台正播放交易现场时 J2正在播剧古装剧《蒙飞加刀》 现场是否更要过古代呢? 当然财经台夜晚都有其他重点节目 例如看楼 可以安插在J2晚上的播影时段里 因为J2晚上几个重点节目中间 部分有外购节目 倒不如抽起播财经台原有的自家节目 省外购节目成本也好 至于深夜时段更自由到大 直接以翡翠台作例子 反正罗敏庄领养小猫的重物节目 由罗敏庄未带肚 到别人的女儿陈珍11岁都正在播放 我情愿看最强生命线 前者重播了19万次 再看影响EQ 后者至少身心健康 至于有不少朋友担心 会否影响J2原有的发展 非天爷爷相信一定会有 但至少早前节目 循礼见到的节目 我相信仍然可以在J2 即日后的TVB Plus 提到 至于TVB Plus 的方向 非天爷爷未能掌握得到 官方公布的是综合娱乐和资讯 并与我们的数字平台进行互动连接 只是知道会加强互联网上的互动 听朋友解释 之后我也是一头没水的 反正TVB 入址之后 至少要几个月时间 才会落实推出TVB Plus 一起研至上组 总之不要叫我看完电视之后 再上网看后续 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可以了 我一定不会看的 至于又是那些高收市都蚀钱的言论 之前都分析过 投资大是其中一个原因 几年前有组织 他追击TVB 广告客户抢生意 更加是一大致命伤 做过的好事 不要假扮失益 至于广告收益 折录许图昨日在公开信里的部分内容 在2023年第三季度 我们的免费电视广告业务 呈现上升趋势 翡翠台平日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 平均价格相对于去年第三季度 达到46%之升幅 不少香港及跨国蓝筹企业客户 经过疫情和黑暴事件的三年后 重新回归TVB 同样地 今年第三度 来自MyTV Super平台的数码广告收入 也同比增长了16% 现时 MyTV Super已成为全港OTT平台的领导者 我们的电视广告业务持续恢复 数字广告业务迅速增长 TVB 目前拥有全港电视观众80%的份额 这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成绩 在数码平台业务上 近年TVB 积极将传统电视融入多元数字平台 现时Facebook 的追随者人数已达到 本地电视媒体的第一位189万 TVB 的社交媒体每月活跃用户超过1600万 于中国内地社交媒体平台相关帐号的追随者 总数已超过1.12亿 无论如何 TVB Plus 如何改善也好 说好的 La La Girl 选拔赛 不要消失 还我淋伤 至于钱费的东西 TVB 自己搞定它 又有人拿TVB 股价做文章 非天爺爺都以为今天股价会下跌 怎知不跌反升 很多人说TVB 垃圾台不值一看 看股价就知道 看电视原来要看股价 我要提醒大家 不是所有电视台都是上市公司 可以有股价看 没有股价的 你是不是不看 大家记得看看 今个星期 非天爺爺昨天一周收视 就知道了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来我另一个频道 是这样的非天爺爺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画面 左下角就见到 记得订阅 哈啰! 假如你喜欢非天爺爺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你真死非天爺爺 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之后 记得按下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 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非天爺爺最大的支持了 不要做标题桌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 和删除留言 万一被非天爺爺 措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 是没办法够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订阅 人 预则 人 可 天